师父 为什么人会对年少时喜欢的人念念不忘呢 因为心里住着一个满分的人 之后看谁都差一点 在不懂经营感情的时候 遇到一个很好的人 但是错过了 后面就很难再爱上别人 这就是所谓的 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吗 人和人之间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 或许有些人换一个时间段 就会真的很合适 可惜现实总是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你用眼泪和委屈教会他成长 结果他却跑去拥抱后来的人 不是你不够好 只是你出现的不够巧 喔 门 在出场顺序 世